TFBOYS 大家好 这里是透明人 这些透明人我们采访的是 TFBOYS 的粉丝 因为很多人觉得TFBOYS的粉丝都是脑残粉嘛 然后就会有很多问题 想要问他们 我们找到了三位TFBOYS的粉丝 这里就是 大家好 我是TFBOYS的粉丝葱花 我刚刚从日本回来没有多久 现在在大学里面做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葱花是日语专业的硕士 他说在TFBOYS的粉丝里面 博士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大家好 我是那个TF的粉丝云吞 你是直男 对 哪位热心网友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直男会喜欢少男偶像组合 大家好 我是婷婷 我是TFBOYS王俊凯的粉丝 你在王俊凯身上花过多少钱 十几万到几十万 十几万到几十万 所以这些钱你都花到了哪里呢 他们拍戏 然后你去住酒店的话 酒店的钱 刚从少年团的录制 那个酒店它的价钱是每天递增的 因为王俊凯住在那里 第一天好像是八百多吧 第二天变到一千多 第三天两千多 大屏的LED广告 然后做音员的时候拉几辆那种 LED车 这些都是钱 你有谈恋爱吗 追爱抖的人不需要男朋友 为什么要谈恋爱 是爱抖不好追 还是猫不好玩 还是剧不好看 你每天都在看天仙一样的人 一般的男生就入不了夜了吧 就感谢偶像解决了中国大量 单身青年的焦虑问题 身边有人指责过你 或者在网上有人说 你这个脑残粉 有人说过吗 我不喜欢这三个字 就是路人嘛 不了解 那就不在乎 什么是你眼中的脑残粉 他们会想要去近距离的接触 你想怎么疯的去追 就怎么去疯的去追 对很疯狂 然后完全不考虑爱抖的利益 能不能讲讲给王俊凯 海陆空庆生这个事 海陆空庆生就是 王俊凯过生日 大家都只要看到很多新闻 就是包地铁广告啊 什么什么的 如果我在做这件事 大家不得很理解 就觉得很神经病啊 或者怎么样 我只有一句话 我开心啊 关你啥事 但这不是对公共场合的一个强势的暴露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我坐地铁 那这个人我要个人不care 然后他占据了我整个的视野 所以他不喜欢那件事 是不是也很正常 就跟别人打广告一样 一个产品一个手机会怎么样 他们没有在地铁里做过东西吗 他们没有放过LED屏吗 因为大家特别理解商业广告的逻辑 在于他暴露在我面前 如果我喜欢他 我可以为他进行消费 不喜欢他我完全可以忽视他 但是把一个人的形象发在那里面 尤其是是他过生日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在那儿 我是不是要给他说一句生日祝福 才算对得起他 就会有一种这个感觉 在我看来 巧克力你喜欢可以买他 你不喜欢可以不care他 人也一样啊 你喜欢可以去当他的粉丝会去了解他 你不喜欢你也可以不care他呀 明白 怎么能不care他呢 如果广告贴到你们家的门口 你是不是也不高兴呢 所以不是它是广告 还是它是生日祝福的问题 重要的是它出现的场合错了 如果我现在想去当一名前线 我最该学习的基本技能 有哪些 除骗就是一切 有没有遇到过保安找你麻烦 有经常 拿那个激光笔照人 很大声的吼你让你往后退啊 很粗暴的扯掉你的灯爬啊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除了他们比较粗暴行为 还有没有其他的 发生过一些斗志斗勇的情况 进节目现场的时候 带相机 把相机藏进去 最开始的时候 标配了一条长裙子 相机镜头纷纷的拆了 绑在腿上 但是如果它的安保 是这么严格的话 这是否意味着 那种拍摄就是偷拍呢 确实是偷拍啊 这个属于粉丝 不太能理解 节目组的一个地方 我们只要不涉及剧透 发了你越多的这样的图 那是前期跟你网上宣传 跟你刷热度 那大家都去看 甚至会把你的话题量刷起来 为什么你不让我们拍呢 这是使命 对 可以无视规则 这是你存在的意义 我当时就惊呆了 我完全可以讲说 你这就是在违背你和主办方之间的契约 然后你在扰乱规则 但是人家的立场很鲜明 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你还能说什么呢 所以能不能对着镜头表达一下 对她想说什么 小凯希望你高考顺利 考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上大学以后 希望你谈一场恋爱 每一年的自己超过以前的自己 好好的走自己的路 无论是十周年或者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 你们在重要的时刻 我一定会在现场 好 大家好 谢谢 谢谢 我本想把他们更多的 所谓的脑残的那一个面 给cue出来 大家要么就花过很多钱 要么就希望很多年 会为他们流泪 会和身边的人翻脸 我是觉得你总会有一些行为 别人是没有办法理解 只要这个行为在自己心中说得通 你没有妨碍到太多人 那我觉得这顶多是你个人偏好上的问题 它没有什么更多值得被指摘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就好像说不出来的有一种怪劲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这么值得去喜欢的人 而他们找到了 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值得如此执迷不悟的一个偶像 但是由于我的性格也许我永远没有办法做到 有一个大秘密忘了说 转发 评论 点赞 关注微信公众号斯大帕特